所以我們接著來控制它的線段 一樣你把TurboSmooth先把它關閉 那我們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換側面的部分 按這個邊Edge 好我們先講兩個概念 如果跟它這裡平行的部分要選起來 像這樣這些邊 還有側面兩個沒有看到對不對 這樣繞一圈給它選起來 我們選到其中一個邊線按這裡 選到對不對 我先按2D新加工給大家看 Wildframe網框模式有沒有 我們把其中一個邊線選起來 然後去執行這兩個指令 有一個ring跟loop對不對 loop就回圈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必須連接的地方選起來 那我們現在是ring 就平行的地方選起來 環狀按它 看到嗎 就等於是全部跟它一樣的方向選起來 當然你如果不想這樣選 你可以拉一個角度 然後你直接把它框起來這樣可以 不過我們是練習一下指令 來選這個東西呢 選一條線 然後一執行ring 跟它平行都選起來 你今天如果來空白書點下來 今天如果選上面這裡對不對 那你按ring 你看是不是平行的都給它選起來了 OK 好所以我們先選這裡 然後選擇ring 都選起來 同樣我們給它connect 所以按這裡connect命令 按它 好 同樣你點這個 點這個控制面板 選這裡setting 或者按滑鼠右鍵 這個地方connect 旁邊按setting 按這裡 有沒有 然後它會記憶上一次的動作 所以我們上一次的動作 是不是給它2 然後給它80 所以你就按OK 有沒有它是不是就步上來了 好 那我們再看 當你做完的時候 我們按這個 然後選turbo smooth 再把它回來 那圖就變這樣 來看一下那個圖 所以你會發現了 這裡已經局部圓角 因為它已經布線了 所以這邊就平了 那布線 我們當初這個線不是這樣布一圈嗎 然後這邊都拉一圈有沒有 所以這就局部圓角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線架構模式 你這個turbo smooth 你可以把這個 isolight display把它打勾 打開 這樣都很清楚看到嗎 有沒有 你把它關掉 是不是依照這個模式有沒有 然後點開這樣 所以這裡有這一條線 所以它就會局部圓角 那為什麼這會拉成這樣呢 因為它上面沒做 所以你看來 按這裡 它上面這裡沒有布線了 所以整個面都在做那個turbo smooth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應該換這裡 這一段 要布線 像這段布線 OK 好 所以來選其中一個 按這個edge 然後選其中一條邊線 這地方你給它執行ring 點一下 那是不是跟它平行都選起來嗎 你看繞一圈看到嗎 像這樣 好選起來之後 那我們就按這個右鍵 選擇connect 按這裡 setting 它會記憶你的動作 你剛才的動作 可是我們現在 因為它的比例 我們這個地方是150 當初做150對不對 150的80% 這樣一個ping 它這地方會比較大 這邊比較大 有沒有 那我們當初這個100 跟這裡的比例呢 就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再變化 所以你把這80往上提高 你只要感覺 你只要感覺這個地方 已經變成一個正方形就可以了 側面的正方形就可以了 OK啊 所以我給它大概加到這個 看一下這個 這樣太多了 我們大概加到這個80 87就可以了啦 87就可以了 像這樣 好也就是說 這裡的距離跟這裡的距離 大家都一致 這邊都一致 那這樣的話你的圓角才會一致 才不會說一個大一個小 按下OK 好那這樣做的話 那我們看喔 是不是 是不是每一個面呢 是不是都會一個布線呢 去做緩衝 看到吧 那這個面呢 下面一個布線做緩衝 側面也是一樣喔 這個面 然後側面是不是有一個 兩個布線做圓角緩衝嗎 那我們再看其他的地方 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這時候你的那個方合 就會變局部圓角了 所以你按這個 然後再回到TurpleSmooth 把他打開圖就變這樣 看到嗎 你可以把線條庫關掉 按這個 那個EdgeFact關掉 那圖就變 變得這個 小圓角的方式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切 我們已經把它 comnet布線了嘛 OK就像這樣 好那我再回來 這是一個概念的 那是因為它整個都是一個方合 可是你如果說你中間有一個 這個 樓空的部分 它會錯誤喔 來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用2D來畫 你畫一個這個Rectangle 大概畫這樣 跟剛剛的尺寸一樣喔 這邊150 然後這邊100 然後往內給它偏移喔 偏移多少呢 我們給它抓 比如說 我們這段這段給它偏移這個 15好了 所以全部的上下左側邊界15 然後給它擠一個厚度上去 給它擠一個高度 好 比如說高度給它擠100 欸不要擠那麼多 我們給它擠50好了 我們來觀察看看喔 這個不要 好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 按這個 你選擇 Shape 然後選擇Rectangle 來空間上呢 拖曳 放開右鍵 好我們來控制它的尺寸 按Modify面板 這裡呢 給它捏看看Less 這個地方 點了下 給它100 Enter 然後這裡呢 我們給它點了下 150 Enter 好接下來呢 這個 整個把它轉掉 因為它沒有辦法拆 這個點線跟曲段嘛 它是一體成型的Rectangle 對不對 還記得怎麼做嗎 按滑鼠右鍵 選擇Convert to 我們找Aliable Sprite 編輯曲線按它 同學還記得嗎 我們這個Aliable Sprite裡面Vertes 它的點一定都是被子 那個被子的這個角點有沒有 會導致你到時候會變這樣 所以呢 我們把所有的點呢 改成一般點了 所以你把這個點全部選起來 然後按滑鼠右鍵 選擇Corner 那這樣做的話 就一般角點了 好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這個點就正常 然後你去執行這個 整段曲線Sprite 那我們選這個Sprite命令 以前我們做 我們練習做那個 窗框的時候練過這個嘛 好所以Sprite指令 我們使用Outline 這裡圈起來 我們這Outline的部分 你給它輸入這個15好了 Enter 那圖就變這樣 OK啦 空白書點一下 好我們整體給它擠出喔 所以這個地方給它擠出 按這裡 2D的部分呢 直接Etrue 這一段喔 擠出有沒有 拿回記憶之前的動作擠太大了 所以我們這往下拉 我們看50 圖就變這樣 好 那這個 再底一點好了 我們給它做30 因為我們要練習點線面了 不然它選不到 好同學這個中間有樓空的方式 對 這裡有一個樓空的地方 那你今天如果給它 TurboSmooth的話 它會錯誤 它會做不出來 所以你看我按這個 Etrue對不對 然後上面給它TurboSmooth TurboSmooth 你打T啊 TurboSmooth 你會發現它是錯誤了 看到嗎 這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就不對 可是我們 我們希望能夠圓滑 來先把TurboSmooth 把它丟到垃圾桶 好我們看了 我們最終的結果呢 不希望它裹成一團 我們希望它怎樣 這邊先套別的素膜顏色好了 比如說用這個顏色 我們希望它是 這裡呢 局部圓角 然後平的 再局部圓角 也就一樣下去 再局部圓角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它這個地方呢 它的邊線的部分都局部圓角 所以 為什麼會裹成一團呢 第一個它這個地方呢 鏤空 然後再來 有一個現象我們要完成 當你給它TurboSmooth之後 它怎樣才會平衡呢 我們希望能夠 這個一個點呢 一個Valtex 我 我這樣寫好了 一個Valtex 我們希望能夠分佈 這個四個邊就好了 四個邊 四個Edge 在A-D Polygon的情況之下有沒有 一個Valtex 分佈四個邊就可以了 那一個Polygon 對 我們是由這個 四個邊線構成 太多太過多過少呢 會產生不穩定 這樣子做呢 會比較好理解 所以我們盡量呢 讓每一個點呢 有四 能夠佈四個邊線 然後一個Polygon呢 是由四個邊構成 也就是說你盡量不要五個邊 六個邊 七個邊這樣 OK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法則 來當練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要編輯點線面呢 這是2D嘛 你看點這裡是回到2D對不對 然後這個Ectrude是3D 可是Ectrude沒有辦法編輯點線面嘛 所以你把它整個轉掉 按右鍵 選到物件按滑鼠右鍵 Convert to A-D Polygon 這樣有沒有 那你答A-D Polygon之後 我們就可以編輯它的點 跟邊 跟這個面嘛 是不是像這樣 OK 好 那我如果按 我們看一下 你看隨便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選這個點 選這個點 我們來研究這個點 這個點有 我們剛剛講過嘛 一個Vertace 是不是要分佈四個邊線呢 是比較穩定嗎 可以這個點呢 是幾個邊線 是不是1 2 3對吧 那少一個啊 那比如說 這個邊線它就會不知道抓哪裡 所以導致你TurboSmooth呢 它那個拉力的會受到影響 好 那再來我們還第二個 是不是告訴我們那個 Polygon的部分對不對 一個Polygon是不是要 去用四個邊構成會比較穩定嗎 所以你看這個面OK啦 因為這個Polygon就是四個 面構成 可是你看我點上面 一個Polygon有幾個邊線 是非常多 你看 1 2 3 4 5 6 7 8 對吧 8個邊耶 那導致你那個TurboSmooth會產生不可預期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如果今天給它TurboSmooth 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把TurboSmooth開啟好了 你看 是不是就裹成一團 對啊 是錯誤嗎 好 那我現在把TurboSmooth先不要刪掉 我們先把這個功能把它關閉 那我們想辦法把它補足剛剛那些缺點 好首先我們看一下怎麼做 這裡 那你這個ADPolygon之後呢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它那個一個點能夠佈四個線 然後一個面能 最後一個點分佈四條線 然後一個Polygon也是由四個邊構成 那我們先處理上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給它這裡做一條邊線 然後這邊做一條邊線 像這樣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這個Polygon就是 就是四個邊嘛 然後四個邊 四個邊 四個邊 所以上面就穩定了 好那做法很多種 我們先看一下 簡單的就是按Virtase 比如說我先從這個點開始好了 等一下這個顏色呢 因為點看不清楚我用亮一點 好對 來選這個Virtase 然後Ctrl按著選這個Virtase 這兩個選起來之後幹什麼呢 Connect 所以你去執行那個連接 同時如果你選不到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Connect 這裡 或者按滑鼠右鍵 比如說你要嘛就是按這裡 那不然就是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Connect 點一下你看是兩點形成一條線 OK 好來我換空位處點一下 來換它 選這個點Connect 選這個點 然後我們Connect 按它連線有沒有 來換這裡 點它Ctrl按選這裡 兩點形成線按Connect 然後換它 Connect OK 像這樣 好 通常我們上面做完 通常如果說你在做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 比如說你還沒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通常它有一個 電腦的隨便算一條線給你接對不對 這樣接這條線先不能刪喔 因為它一定內部的回 這個曲線跟外部的曲線之間會有連線喔 所以你必須先完成完成一個這個連 一個Connect之後呢 再把這條線把它幹嘛移除 注意喔 移除用remove 用remove命令呢 OK 把多的雜線把它移除掉 也就是說如果你像我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點這個喔 然後選這個假設 假設你有 用戈的好了 右鍵Cut 這個你不用做喔 我是做給你看 假設你畫面上有這種不可預期的這個 這個點啊 像這樣 它亂接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假設到有不可預期的點 那你 你一定要先完成 在這個沒有做完的地方 先完成一個Connect連接 因為至少內部跟外部回圈 一定要一條線連接 你差不多把這個移除 不然它不會讓移除 OK 好 所以那我現在移除的話 就是選到邊 然後就選這個邊線 選這個邊線 這個邊線 還有Ctrl按著選這個邊線 這個邊線你要移除掉 是不是要下remove命令 這個指定對不對 可是你要Ctrl按著不放啊 然後按remove 它才會把那個雜點的一起移除掉 這時候你按Vertest 有沒有 你會發現就沒有雜點了 這OK 好 那這個題外話 那現在我們上面的你看喔 Polygon 這樣是不是你要點Z 是比較比較穩定嗎 就是一個Polygon就四個邊構成 一個Polygon四個邊 一個Polygon 那這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當才我給它切割了嘛 所以它產生錯誤 沒關係 像這個地方就不對喔 通常請你把它幹嘛 把它刪掉按底的鍵 然後再把它刪掉按底的鍵 然後再幹什麼 按Boulder 邊界 我們選這個邊界把它cap 封閉 像這樣 OK 這樣很清楚 然後我們再檢查看看喔 你一定要 一定要一個Polygon 構成四個邊線 所以上面就穩定了 那我們看側面這個樣 都OK的 這邊都OK OK 好 那底下呢 底下這裡不行 你看整個都是滅 有沒有看到 整個都滅 所以底下待會兒Turbo什麼會錯誤 所以我們來證明看看來 我今天如果把這個結束掉 然後Turbo什麼不執行 按這裡 你看上面是不是就回來了 上面就回來了嗎 那底部分是不是錯誤 錯誤啊OK 那我們這怎麼辦呢 我們再回來 關掉它 好 我們按Vlatest 然後去編輯它底部的部分 一樣 你選這個邊線 Ctrl按選這個邊線 給它Connect 連線 有沒有 那這會有一個問題出來 好 沒關係我們先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 你這個多的面怎麼辦呢 待會處理 你點這個邊線 Ctrl按點這個邊線 按Connect 結果它不讓你做對不對 代表說那個電腦計算有問題 好 所以呢我們這個 先按Polygon 然後你把這個面呢 因為它接錯了 你就按按底的鍵把它刪掉 這裡 把它刪掉 像這樣 然後再把多的面刪掉 點這裡 把它刪掉 結果你會發現它會割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OK 好 那我們這個 當然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布線的話 我們可以用目標焊接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做過 你選邊 然後選這條邊線 OK 好 那你就給它續覽主棒給它複製下 是不是這樣 那把它焊回去喔 所以這裡我們就把這個點 焊到這裡 這個 這個點就把它焊到這裡 所以你按Vertes 我們可以一起做喔 然後再一起焊接比較快 所以 來我們按邊啊 把這幾個都把它下來 續覽主棒把它往下拉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兩個一樣 或者你用到時候再封閉也可以 好 好 來 那這個 這個稍微 推開啦 不然它會撞到 我們舉這個例子是要為了明白那個原理啊 好來按一下 按Vertes 還記得嗎 按Tarkey Wait 同樣我們這地方是不是有個目標焊接命令 這裡 或者按滑鼠右鍵喔 目標焊接命令 來 右鍵也可以 Tarkey Wait 目標焊接 那我們就選這個 左鍵它會看到這裡 左鍵你看是封起來嗎 另外一邊一樣喔 左鍵它 看到這裡 左鍵然後繼續 左鍵看到這裡 左鍵把它接起來 另外一邊一樣 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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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有沒有 把它焊接 做這個時候你要可能要不要太快喔 不然你鎖錯點了 左鍵好 另外一側 左鍵焊接 好我們來檢查看看對不對喔 來 結束命令呢 Tarkey Wait按右鍵結束 那你看那Polygon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Polygon是不是四個線所形成 四個Edge所形成嗎 那這樣它底下都穩定了 有沒有就像這樣 好這時候呢 這時候這個 你按Turbo Smooth 你看是不是就回來了 就OK了 不過這有問題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它局部圓角 不是說它整個 Turbo Smooth它整個都變這樣 當然你給它兩倍有沒有 是變成這樣 那我們待會要修正 至少它不會 不會這個裹成一團的 好大師三看太 我們等一下繼續修正 我們等一下繼續修正